炎炎夏日来一瓶冰饮料透心凉 但运动饮料 果菜汁和巧克力 一些加工饮品 一旦喝过量将造成健康危机 国建署建议成人 每日钠的总摄取量不超过2400毫克 约等于6公克的盐 但市售一瓶600毫升的巧克力牛奶 就有120毫克的钠 运动饮料有240毫克 杨桃汁600毫升 钠含量达到900毫克 等于喝三瓶就超标 如果吃正餐又喝纳含量高的饮料 严重的话会诱发尿路结石 会引起水肿 增加肾脏负担 市售健康餐盒的话 大概可以摄取到100毫克的钠 如果要在额外搭配一些饮料的话 像运动饮料或者是一些果菜汁的话 尽量控制在300毫升 那如果有肾脏疾病的话 就强烈建议不要喝 购买市售饮料时 一定要留意营养成分表 避免选择高纳饮品 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戴新闻菜篇营剪圆集台北报导 在北北北北平常现出的